谢谢 谢谢 先坐下 我刚才想说的是说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 还有没有这种勇气和能力 继续地再去做好第二次创业 这个信心要有 有 对 有 那你直接回答一下黄总 他不是黄总有个问题 他把问题回答完呢 那我现在我就简单谈一下我的思路 就是假如给我一个产品 我想第一个的话就说 公司对这个产品 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值 对他的目标要求 对他的费用投入 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的话 针对这个产品 我们要找到针对性的市场 调研这个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目前正在做什么产品 我们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 有什么优劣事 我们如果投入 该从什么渠道去开始做 第三点的话 好吗配好啊 我们要匹配合适的团队 去做重点市场 一点单面 把我们真正想抓的资源和渠道 能够抓住 而且要细化 第四个方面 要有持续的推广活动 因为你一个产品 你放到渠道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库存的转移 它不代表消化能力 其实一个企业 就是做一个新产品的事 能不能做好的关键 不是看转移 而是最重要看它销售了多少 所以说我觉得消化能力相当重要 所以这个消化能力的话 就体验在就是说 我们业务队伍和市场队伍 能不能很好的显接和配合 针对不同的市场 我们伺服有不同的推广方法 我觉得最后一步的话 对于新产品 站住交的一个关键是在哪里 就是能形成区域销量 竟然形成区域品牌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黄总 刚才我最近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团队在哪 是不是你很期待 他说我现在 大概我还能找到过去的 七八个人 对这个应该是黄总 有渠道 有团队 就是最起码原来 我说我有几个兵 虽然我几年不干了 但是我一招呼 马上就能来 我不知道现在就是 公司的需求有多少 但是至少比如说 在一个月之内 我能够安排到十个负责人 能够分区画的 能够去做到的 对 我想听的就是说 因为是这样 因为你已经离开 这个行业自主 去创业四年了 那么你原有的这个渠道 和人还在不在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 我还是最后一句话吧 给黄总讲 就是第一我有信心 第二的话 我能快速组建团队 至少一个月之内 我能做到有十个大区 马上过来 其实楚大哥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类人的代表 就是因为他年龄 现在已经到四十九岁了 他们有过创业的经历 有过在这种大公司 做过的经历 其实再过十年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可能就要走向尾声了 那这个时候呢 再去走入职场 拼的已经不再是 你要喊说我有信心 我有能力 而是用你的心智资源 和社会资源 来去换你的体力资源 因为你到这个年纪了 你是体力上 你是下这样的趋势了 我觉得这一类人 更多地上来求职 应该马上就讲 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能够带来 什么样的价值 而不是讲那些 您的过往的 那个工作的细节的东西 我不是很认同您说的 我觉得楚大哥 在刚才讲 业务流程的时候 真的很好 从一个销售团队的 领导者来讲 非常的专业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学历特别高的人 但是他具备了很多 就是他会做 但可能没那么会说 他呢还能够 把它生成系统 我觉得我绝对 要为楚大哥点赞的 各位企业家 根据我们的求职者 楚言韵 第一轮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楚大哥 有些遗憾 第一轮过后 企业家的灯都灭了 我们先来问一下黄庚吧 我还以为你会把灯 留到第二 是这样 我今天灭灯 只是代表我企业 但是并不代表 我不可能 给您继续介绍 其他的资源 必须要说两句 楚大哥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灭灯之后 我们几个人 一直在讲说 我们确实是 没有港给您 但是真的 我们觉得到您这个年龄 而且有这样的系统 做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当中 您说我让您去推荐 美学课程 这不太现实 但是我希望姐姐 就是也不要因为 这个受到创伤 就是我们真的 非常喜欢您 而且我觉得您是 很多人值得学习的榜样 谢谢 我也愿意给您 介绍客户 我也愿意给您介绍此 我觉得您很优秀 就是我们的行业 不太适合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们问一下 黄总他为什么灭灯吧 其实我们所有人灭灯 我们是真的没有港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关灯 关灯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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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